各位同学大家好,这节课我们要做的是给Spring Boot项目集成Sviger。 如果没有Sviger,我们测试写好的Web方法可以使用PosterMan软件, 但是如果我们调用的Web方法需要提交的参数非常多, 于是我们就得在PosterMan软件上面一个个的去填写参数名和参数值, 真的是太麻烦了。 如果我们在项目当中引入了Sviger技术, 那么我们去调用Web方法的时候,模板已经写好了, 我们只需要去添加具体的参数值就够了, 然后去点击执行按钮,就可以去执行这个Web方法。 这么看来,前后端分离的架构,后端项目真应该去集成Sviger技术。 各位同学,我现在打开了思维导图, 那么接下来我把这节课的主要任务跟各位同学交代一下。 那么首先要说明一下,我们这门课程使用的是Sviger2这个版本, 那么有些同学做项目还用的是比较古老的Sviger1这个版本, 那么在这儿我们就升级成Sviger2吧。 既然说我们要使用Sviger, 那么接下来必须是要给咱们的项目添加依赖库,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对吧? 一会儿切换到手册里面,需要添加什么依赖库, 我写得非常明白。 各位同学呢,把Dependency标签复制到pom.xml文件里面就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怎么去配置Sviger, 比如说呢,咱们首先要借助于API Info Builder这个对象, 去定义Sviger页面的基本信息, 比如说这个页面的标题是什么, 关于咱们项目的描述信息是什么, 那么都可以把这些信息呢封装在API Info Builder里边。 那么接下来呢, 就应该是让我们的Web方法出现在Sviger页面上, 这样的话Sviger就可以去执行这些Web方法了。 于是呢,我们需要借助于API Selector Builder这个加拿类, 那么去规定咱们写的哪些类中的哪些方法 会出现在Sviger页面上, 其实呢就是把咱们写的Web方法添加到Sviger页面, 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咱们看往下的这个配置吧, 比如说我们开发的这个项目呢, 肯定有一些Web方法是可以公开调用的, 有一些方法呢必须要登录系统以后才可以调用。 那么对登录系统以后才可以调用的方法呢, 在这儿啊我做了一个单点登录的功能, 就是把咱们的项目呢添加一下JWT这样的技术。 至于说怎么把JWT融合到咱们项目里边, 那是后续的几节视频我要给各位同学讲解的内容。 在这儿呢我先不展开的讲, 我就先简单讲一下JWT的原理吧。 就是说用户成功登录系统之后啊, 我们把一个令牌字幕串保存到客户端, 客户端每次发起请求的时候, 都要把这个令牌字幕串提交给后台系统, 那么后台系统对这个令牌字幕串加以验证, 如果验证通过的话, 就认为用户是已经登录过的, 那么就可以正常访问咱们的Web方法了。 那么反之呢如果说验证令牌字幕串失败, 那么就不允许用户去调用这些必须登录才可以调用的Web方法。 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下JWT的原理, 那么我们开发的这个Spring Boot项目里边, 有很多的Web方法啊是必须要登录才可以调用的, 那么咱们把这些Web方法集成到Sviger页面里边的话, 那么你这个Sviger就必须要支持JWT技术。 那么我们调用这些必须要登录的Web方法的时候, 那么咱们就必须要去上传令牌字无串。 那么我就必须要告诉Sviger, 我提交的请求里边哪一个参数是上传的令牌字无串。 那么各位同学请看, 在这儿呢我需要去创建一个List的对象, 在里边呢这个范形我们看一下, 是API Key这样类型的一个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里面封装的就是告诉给Sviger, 那么我请求里边哪一个参数是提交上来的令牌字无串。 把这个对象呢放在List的集合里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对这个List的集合再次做一下封装, 那么把它封装成什么呢? 封装成一个认证的数组, 这个认证数组对象呢还要再次经过这个封装, 把它封装成什么呢? 封装成一个reference对象, 把这个reference对象呢放到另外的一个List的集合里边, 那么这个List的集合呢还要再次进行封装, 封装成一个context上下文对象, 然后封装到另外的一个List里边, 那么这个最后的List才是我们要用到的List, 大家可以看一下层层层层的一个封装, 看到了吧? 在这儿呢定义的是这个请求提交的参数, 哪一个是上传的令牌字无串, 然后呢这个认证的这个令牌字无串, 在咱们Sweiger中的作用域是什么? 那么你把这个数组呢还要再次进行封装才是有效的作用域, 然后把这个作用域呢再次进行封装, 变成一个上下文对象, 扔到一个List的集合里面才行, 那么这些配置信息呢最终都是要给一个Dalky的对象才行, 这个Dalky的对象封装的就是咱们对Sweiger所有的配置, 各位同学听起来这个Sweiger配置一点都不简单是不是? 确实是这样子的, 有很多同学照着网上的教程去配置Sweiger的时候最终都失败了, 就是因为这个步骤实在是太复杂了, 好了同学们,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是切换到手册上, 把具体的这个步骤跟各位同学说一下, 这一集的视频对应手册里边的是第二章第五小节, 那么既然说我们要给Supreme Boot项目集成Sweiger, 那么咱们就必须要在pom.xml文件里边去添加依赖库,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 我们要写的dependency标签有两个, 那么同学们你把这个dependency标签复制一下, 一会儿呢我们去粘贴到pom.xml文件里边, 好了我先复制下来,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写Sweiger的配置类, 这个配置类呢我是定义到config这个包里边, 那么我首先呢去定义一个加完类, 叫做SweigerConfig, 在这个加完类里边呢写上咱们这个Sweiger的各种配置信息, 当然了你看这些这个写好的代码呢, 肯定是比较头大的, 没关系,一会儿我切换到IDER工具上, 我边写把这些内容给各位同学呢边讲一下, 各位同学咱们首先呢把Sweiger用到的依赖库给添加一下, 那么咱们找到pom.xml文件, 然后在这个文件里边呢咱们去添加Dependency标签, 好了在这个位置我把用到的两个Dependency标签粘贴过来, 然后呢点击右键我们选择Maven, 然后呢选择Reload Project, 稍等片刻呢Sweiger的依赖库就添加好了, 好了同学们你把这个pom文件给修改一下, 我们在编写Sweiger配置类之前, 首先呢咱们去创建一个package, 点击右键,然后我选择新建package, 这个package的名字呢比如说就叫做config吧, 好嘞,然后呢我在这个package里边呢新建一个加完类, 这个加完类呢就叫做SweigerConfig, 好嘞,这个加完类呢创建出来了, 至于说这个加完类要不要去扩展web.mvc.config这个接口, 扩展和不扩展的都无所谓,不影响什么, 那么关键是要给这个加完类加上一个注解, 这个注解呢叫做configuration, 如果你不加这个注解的话, 咱们在这个配置类里边写的各种配置信息啊都是无效的, 那么supreme boot的项目是得不到这些配置信息的,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加上configuration这个注解才行, 那么接下来呢要让我们配置好的Sweiger设置呢生效, 那么各位同学在这儿呢我们还要去加一个注解, 这个注解呢叫做enableSweiger2, 各位同学就是这个注解,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把这个类里边的方法给写一下, 那么首先呢我是要声明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返回的类型呢是dockit, 那么之前呢我跟各位同学说过, 就是咱们这个sweiger的各种配置信息, 最终呢都是要封装在dockit这个对象里边, 所以呢我定一个方法去创建dockit, 这个dockit对象呢最终是要返回给supreme boot的项目的, 这样呢咱们在supreme boot的项目就配置好了sweiger, 好了我给这个方法起一个名字吧, 这个名字我就随便定义, 那么也不影响什么, 比如说这个名字就叫做createRest API, 好了这是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返回的这个对象, 是要返回给supreme boot的项目的, 因此说呢在这儿我还要加一个trybin助记儿, 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就是到这个方法里边, 先把这个dockit的对象给创建出来, 我把这个变量呢先给声明一下, dockit的变量, 好了那么这个dockit的对象啊, 我就直接去new就行了, 那么它呢是需要传参数了, 这个参数呢是documentation type, 然后我们去点取里边的常量, 是swagger2, 好嘞各位同学, 那么这样子我就把这个dockit的对象给创建出来了, 别忘了咱们是要把这个dockit的对象返回的, 对吧, 我现在返回一个空的dockit的对象, 这个肯定不行, 因此说呢我要往这个dockit里边去添加一些配置信息, 比如说呢咱们在这个swagger页面里边设置一下标题文字, 还有呢就是设置一下咱们这个项目的描述信息, 这个都可以, 那么我们配置这些基本信息啊, 需要用到api-info-builder这个对象, 那在这呢我把这个对象给构建一下, 这个对象呢就直接是可以new出来的, 好嘞我把这个对象直接给new出来, 那么new出这个builder对象以后, 我就可以往里边去设置基本信息了, 在这呢我去设置一下swagger页面的标题, 调一下它的title方法, 标题设置好以后呢, 我不能把这个builder直接交给dockit的对象, 那么我还要把这个builder做一下封装, 给它封装成api-info对象才行, 在这呢我去构建一个api-info对象, 好了, 把这个对象呢我去构建出来, 这个对象呢不是new出来的, 是通过builder来构建出来的, 调一下builder里边的build方法, 这个info对象就创建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把这个info对象传入dockit的对象, 在这呢是dockit, 然后去设置一下apn-info, 在这我把info对象传进去, 各位同学, 那么咱们swagger页面的标题就有了, 当然我可以通过builder里边其他的方法, 去给这个页面设置一些其他的信息, 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设置另外的一些信息了, 比如说我们什么包下面的什么类中的什么方法, 要添加到swagger里边, 那么正常来说就是我们把controller里边的所有web方法, 都添加到swagger页面上可以进行执行的测试, 对不对, 那在这呢我们就是需要设置一下哪些类的哪些方法, 要添加到swagger界面, 那接下来呢我要去创建一个新的对象, 这个对象呢叫做apiSelectorBuilder, 那么我把这个对象呢给构建一下, 对就是这个SelectBuilder, 我把这个变量起一下名字, 然后呢这个对象不是直接拗出来的, 是通过Dockit里边的Select方法来构建出来的, 好了, 现在呢这个SelectorBuilder对象已经有了, 接下来我去设置一下什么包下面的什么类, 要添加到swagger里边, 当然我下面还要去设置这些类里边的什么方法, 要添加到swagger里边, 那么默认情况下咱们就把所有包下面的所有类, 都添加到swagger里边, 然后一会儿我再限定, 所有类里边必须要使用特定的注解的方法, 才会出现在swagger页面, 在这儿呢我就是先把类路径给设置一下, 调一下这个方法, 那么咱们要设置的是所有包下面的所有的这个加纹类, 都是要添加到swagger里边的, 在这儿我去调一下它里边的安捏方法就可以了, 好嘞各位同学看好, 现在是所有包下面的所有类, 接下来呢我还要限定一下, 那么这些类里边的特定注解的方法, 才可以添加到swagger页面, 所以在这儿呢我还要再去调另外的一个方法, 这块方法的名字叫做APS, 然后我们下面就限定使用注解了, 在这儿调的是request handler selectors, 好嘞, 然后呢去调一下它里边的位置方法, 就是这个方法, 然后方法使用什么注解呢, 咱们规定一下apioption.class, 那么把这个分号加上去, 也就是说呢我这个方法只要是加上了try API operation注解, 那么这个方法就是要添加到swagger页面上, 各位同学看好了, 所有包下面的所有的类, 那么这个类当中呢必须要使用这种注解的方法, 会添加到swagger页面, 下面呢我把这个selector builder添加到dockit里边, 那接下来呢咱们去看一下, 在这儿呢我去调一下selector builder里边的build方法, 那么这个build方法会重新构建出一个dockit, 各位同学, 那咱们就是把这个重新构建出来的dockit, 附给这个dockit的变量就行了, 这样呢dockit这个内容就实现了一个更新, 好了各位同学, 这个呢是设置了一下咱们哪些类中的哪些方法, 要添加到swagger里边, 那么感觉呢这些东西已经够麻烦的了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说下面的东西还更麻烦呢, 再往下呢我们要让swagger支持jwt, 那么jwt这种单点登录的技术, 每次发起请求的时候都是要上传令牌自无串, 那么接下来我就必须告诉给swagger, 客户端提交的这个令牌是放在请求头啊还是请求体, 那么参数名是什么, 这些呢必须是要告诉给swagger的,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是把这个数据呢先封装一下, 接下来呢我先创建一个API key对象, 至于说这个对象的作用是干啥的, 那么各位同学你看我把这个对象创建的时候, 传的一些参数你就知道了, 那我去调用它的构造器, 然后呢传入参数, 比如说第一个参数呢是token, 那么第二个参数是token, 那么第三个参数呢比如说是header, 各位同学咱们来看一下传入的这三个参数分别代表什么, 比如说客户端发起jwt请求的时候, 他不是要上传令牌吗, 那我就是规定了一下, 那么我是在这个请求头里边接受客户端上传的令牌, 那么请求头里边的参数叫什么呢, 叫做token, 我就从token里边提取这个令牌字符串就行了, 再往下呢就是描述性的信息了, 这个描述性信息我写的是token,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是需要把这个API key对象封装到一个list里边, 然后把这个list呢交给咱们的Dalki的才行,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去封装一个list的对象, 在这呢我去创建一个list的对象, 范形呢就是API key, 好嘞, 然后咱们把这个list呢起一个名字, 就叫做API key list, 然后等于newer list, OK, 我们现在把这个API key对象给添加进去, 好, 我往这个list里边去添加对象了, API key对象添加进去, 然后我现在是需要把这个list呢添加到Dalki的上, 在这呢我是调一下Dalki的里边的security schemers这个方法, 然后传入一下这个list的对象就行了, 这样子呢大家看一下, Swagger就知道了, 你是在请求头里边的这个token参数提交的令牌子无串, 好了, 各位同学, 那这个信息呢咱们是配置好了, 如果后端系统判定用户提交的令牌是有效的, 那么这个令牌在Swagger上面的作用域是什么, 接下来呢我们要设定一下令牌的作用域, 作用域呢这个就是设定为全局吧, 在这呢还是需要我们创建对象去封装这个作用域, 那好, 我把这个变量呢先给声明一下, 接下来呢我去执行一下导包, 各位同学看好是导这个包中的加网类, 你不要导错了, 我把这个变量呢起一个名字, 接下来呢我就直接去拗对象了, 那么在这个构造器里边呢, 需要我们传入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呢都是字不串, 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参数叫做global, 第二个参数叫做exizeeverything, 就代表全局的意思, 在这呢我们是把认证对象给创建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要把这个认证对象放到一个数组里边, 这个就是再进行一次封装呗, 在这呢我去声明一下数组, 那么这个数组的这个名字, 比如说就叫做scopes, 然后呢我这个数组里边的元素呢, 只是添加一下scope就行了, 对吧, 我把这个scope呢是放到数组里边, 这个数组呢一会儿还要再进行一次封装, 非常的恶心, 给它封装到哪呢, 封装到security reference对象里边, 咱们这个swagger API啊就是这点设计的不好, 就是封装呢过于麻烦而且复杂, 我们平时使用阿帕奇啊或者谷歌的这个API里边的一些方法的时候, 用着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顺手, 对不对, 那么这个swagger给我们提供的这个API的这个封装的过程啊, 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恶心, 对吧, 但是没办法, 我们必须要遵守这样的规则, 如果你不按照swagger的规则去封装对象, 然后定义配置信息的话, 那么这个swagger就真配不出来, 所以这一点呢各位同学只能忍耐了, 或者说等待这个swagger API将来会做一下升级, 好了, 我把这个数组呢进行封装一下, 在这儿呢我是给它封装到security reference对象里边, 就是这个对象, 好了, 那在这儿我把这个变量给起一下, 这个对象可以直接去new的, 在这儿我就直接new这个对象了, 那么在这儿, 把这个构造器的参数给一下, 比如说在这儿呢是这个token, 然后呢接下来第二个参数就是我们要传的这个数组了, OK, 这样子呢就是把数组呢做了一下封装, 这个security reference呢也没法直接去使用, 那么咱们还要再做一下封装, 要把这个reference呢放到一个release的里边才行, 所以在这儿呢真的是非常的恶心, 是吧, 在这儿是定一个list, 好了, 这块叫reflist吧, 那么等于一个newarraylist, 我们必须是要把这个reference添加到这个reflist里边才行, 那么咱们调一下i的方法去添加一下这个reference对象, 没问题, 现在呢我是有了这个release的, 这个release的呢各位同学, 咱们也没办法直接去用, 我还要再做一次这个封装, 把它封装成security context才行, 哎呀真的是太恶心了, 没办法, 在这儿呢我去声明一下security context对象, 别忘了各位同学还是要倒包, 对吧, 那么变量的名字就叫做context, 接下来呢这个对象是没有办法直接new的, 在这儿呢我们是调用它里边的静态工厂方法去构建出对象, 好了, 那我去调一下它里边的这个builder方法, 然后呢把这个对象构建出来以后, 我们还要再去调另外的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security reference, 那把咱们刚才封装的reflist传进来就行了, OK, 然后呢再去调它的这个build方法, 这样子呢这个context对象, 才创建出来, 这context对象呢我们还得是再封装一下, 把它封装到list里边, 才能给Dockit的去使用, 各位同学看一看是不是非常的恶心, 没有办法, 我们就再次的这个封装吧, 创建list的这块呢叫做ctxlist吧, OK, 等于一个newarraylist, 好嘞,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是往这个ctxlist里边添加对象, 那么添加的就是这个context的, 好嘞,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是要把这个ctxlist交给咱们的这个Dockit, 那在这儿呢我们去设置一下, 这块是Dockit, 然后调一下它的security contacts这个方法, 然后把这个ctxlist传进去, OK, 没问题, 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在SWIGER上面开启了JWT, 那么咱们这个后端项目的那些必须要登录才可以调用的方法, 那么咱们在SWIGER上面就可以去调用了, 当你去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 那么SWIGER页面是让你需要在请求头里边添加令排自不串的, 那么经过这个后端系统认证通过以后, 那么你就可以调用对应的这个web方法了, 现在我们只是在SWIGER上面开启了JWT, 并没有真正把这个JWT融合到Spring Boot项目上, 所以后续的一些视频呢, 我会给各位同学讲解, 怎么在Spring Boot上面去添加西螺, 添加JWT, 那是后续视频我要给各位同学讲解的内容, 那么这一次课呢, 我们现在是把这个Docky的对象给构建好了, 那么并且呢返回给Spring Boot项目, 那么现在这个SWIGER已经配置好了, 下节课我们去写一个测试类和测试方法, 咱们到SWIGER页面上去调用一下, 外部方法, 看一看我们配置的SWIGER是否生效, 好了各位同学, 那么本次课程呢我就先讲到这儿, 各位同学, 咱们下节课再见。